内娱综艺从来都是大众茶余饭后最好的消遣方式 《奔跑吧》作为曾经风靡全网的综艺节目 自从开播以来每一季基本上都是收视长红 成为无数观众必追的节目 但谁也没想到 众人期待下好不容易等来的《奔跑吧》插马古道片 播出之后竟然口碑扑街 成为综艺节目里的反面教材 顶着国民综艺的光环 最终却因内容老套游戏无聊 而被观众无情吐槽 这不禁让人深思《奔跑吧》到底是如何沦落到今天这个地步的 新一季《奔跑吧》划铁路 就在不久前《奔跑吧》茶马古道片悄然开播 但谁也没有预料到 曾经的国民综艺如今却沦为走南 被观众吐槽无聊至极 与往期的《奔跑吧》相比 《奔跑吧》茶马古道片的口碑可谓是一落千丈 而导致这样局面产生的原因 得从好几个方面来说 首当其冲的就是此次拉胯的嘉宾阵容了 邓超 陈鹤 陆寒等核心成员的离开 对节目确实产生了不小的影响 新加入的宋亚轩 张真元等嘉宾虽然也有一定人气 但与老成员之间的默契和互动明显不足 导致节目缺乏活力和笑点 曾经的《跑男团》所带来的那种默契和化学反应 在新一季节目中荡然无存 在这季节目中 节目组很明显过度依赖明星效应 将保压在了明星嘉宾的流量上 而忽略了节目内容的打磨和创新 这种本末倒置的做法 最终导致节目质量下滑 口碑崩盘 全员表现差 三人拖后腿 在场所有的嘉宾中 可能也就是沙翼的节目效果好一点 虽然凭借受身和自带的幽默感成为节目的一大亮点 但沙翼的单口相声也暴露了节目组在内容策划上的不足 沙翼虽然努力制造笑点 但其他嘉宾的反应平淡 常常出现自娱自乐的尴尬局面 即使沙翼一个人做得再好 也抵挡不住其他嘉宾拉后腿 除了沙翼以外 整场节目中其他嘉宾的表现简直就是乏善可陈 李晨的懒散 郑凯的事不关己 张真元的缺乏宗意感 都成为了观众吐槽的对象 与以往嘉宾们相比 这一季出场嘉宾的表现可以说是令人失望 李晨在节目中表现懒散 甚至公开炫耀泡面和可乐 与他以往的大黑牛形象相去甚远 郑凯则显得是不关己 对其他嘉宾的遭遇漠不关心 将佛系贯彻到底 其他人都在玩游戏 郑凯却一人在旁边打着遮阳散 要知道 这可是一档户外节目啊 郑凯的矫情行为真是令人无语 新加入的张真元 虽然年轻有活力 但在综艺感方面还有待提高 身为流量明星的他真是一点也不懂综艺 全场下来基本上都没有和其他人有过什么互动 一直都在扮演一个旁观者的角色 一上车更是倒头就睡 也不知道他到底是来干啥的 坐着白拿钱吗 幼稚无趣的游戏 除了嘉宾的问题以外 这一季奔跑吧 最让观众吐槽的就是游戏活动了 曾经奔跑吧爆火的时候 除了里面的嘉宾新颖粉丝以外 最亮眼的应该就是节目中精彩绝伦的各种游戏了 但在这一季奔跑吧中 投鞋问路和音词接龙等游戏 实在是简单幼稚 毫无新意 甚至还不如一些公司团建活动 这样缺乏新颖度的游戏 自然让观众不感兴趣 甚至早已对这种缺乏挑战性和趣味性的游戏感到厌倦 与其他一些户外综艺相比 奔跑吧茶马古道片的游戏环节 确实显得格外敷衍和简陋 甚至连道具都显得十分寒酸 除此以外 节目的剪辑和节奏都存在问题 节目时常冗长 节奏拖沓 缺乏亮点 一些无关紧要的片段被大量剪辑进去 而真正精彩的游戏环节却被压缩得寥寥无几 这种剪辑方式 不仅浪费了观众的时间 也降低了节目的观赏性 口碑下降的根本原因 奔跑吧茶马古道片的失败 最根本的原因就在于其过度依赖流量明星和IP效应 却忽视了对核心内容的创新和打磨 观众对奔跑吧这档节目的期待 远远超出了简单的明星效应 他们渴望在节目中看到熟悉的明星面孔 但这并不是全部 更重要的是 他们希望体验到精彩绝伦的游戏环节 感受到成员之间有趣的互动 以及那份鼓舞人心的团队精神 这些元素共同构成了奔跑吧的魅力所在 也是观众对节目的最深期待 然而遗憾的是 节目组在一段时间内似乎迷失了方向 将重点过多的放在了明星的流量上 而忽略了内容的质量 他们以为有了流量明星的加盟 就能保证节目的收视率 却未曾想到 这种策略最终导致了节目口碑的崩盘 观众对节目的失望情绪日益累积 曾经的忠实粉丝也开始纷纷离去 流量明星的加入 确实可以在短时间那位节目 带来一定的关注度 这种效应就像试谈话一线 绚烂却短暂 如果节目内容空洞无误 缺乏真正的吸引力 那么观众的心血感很快就会消失殆尽 他们不会因为明星的光环而长久驻足 毕竟内容才是留住观众的真正关键 内容为王 这是综艺节目长久发展的根本之道 只有经新设计的游戏环节 才能让观众感受到节目的用心 只有真诚有趣的互动 才能让观众产生共鸣 只有积极向上的团队精神 才能让观众感受到正能量 奔跑吧要想重拾辉煌 就必须回归初心 重新审视节目的核心价值 将内容创新和质量提升放在首位 观众对奔跑吧的期待 是对节目品质的追求 是对节目精神的认同 节目组应当深刻认识到 只有不断丰富内容 提升质量 才能满足观众的期待 才能在竞争激烈的综艺市场中站稳脚跟 毕竟一个节目的生命力不在于明星的流量有多大 而在于内容有多精彩 观众有多满意 结语 内于综艺市场的竞争如同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 激烈程度不言而喻 在这个战场上 优胜劣态的法则始终发挥着作用 没有任何一档节目能够永远占据霸主地位 面对这样的竞争环境 各大综艺节目制作团队深知 只有不断创新 才能在这片红海中立于不败之地 近年来我们见证了无数综艺节目的崛起与拴落 奔跑吧茶马古道片的失败 就是一个典型的案例 这档节目原本凭借奔跑吧系列的高人气 吸引了大量观众的关注 然而在内容创新上的乏力 以及对流量明星的过度依赖 使得节目逐渐失去了吸引力 最终 它不得不黯然离场 再次证明了内容为王的重要性 在综艺市场竞争激烈的当下 节目制作团队必须认识到 观众的需求日益多样化 单一的模式和内容亦 无法满足他们的胃口 过度依赖流量明星 或许能在短期内带来一定的关注度 但长远来看 忽视内容创新 只会让节目陷入困境 毕竟观众的眼睛是雪亮的 他们渴望看到新鲜 有趣 有深度的内容 为了避免被时代淘汰 综艺节目制作团队应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 一是深入挖掘我国丰富的文化资源 将传统文化与现代元素相结合 打造独具特色的节目 二是关注社会热点 以敏锐的洞察力捕捉时代脉搏 为观众提供有价值的思考 三是提升节目质量 从剧本制作剪辑等环节严格把关 力求打造精品 四是培养创新型人才 鼓励团队成员勇于尝试 为节目注入源源不断的创意 总之 内于综艺市场竞争激烈 优胜劣态是永恒的规律 只有持续创新 才能在这片战场上脱颖而出 避免被时代淘汰 奔跑把茶马古刀片的失败 为我们敲响的警钟 也让我们更加坚信 内容为王 创新为魂 只有把握住这两个关键因素 综艺节目才能在激烈的竞争中 立于不败之地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